2月16日 很多消费者发现星巴克多款咖啡饮品上调了价格 幅度在1元至2元不等 除了星巴克 瑞幸和Tings咖啡也在近期上调了部分产品价格 星巴克2022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 报告期内中国市场同店销售额下降14% 平均客单价下滑9% 交易额下滑6% 截至2021年 星巴克在中国有5,557家 专家分析 星巴克此次调整价格是商家的自主措施 选择价格上涨来抵消相关的经营压力 记者了解到 此次咖啡行业价格上涨 和全球咖啡产量减少也有关系 但全球咖啡消费量却依然保持增长 物流成本攀升以及运费上涨 也使得未来咖啡价格将维持波动走势